1萬 減掉10 再儲上10 所以身體答案應該是99 仔細講解數學公式 Harry原本是人人羨慕的科技業工程師 但他受不了所處的工作環境 高壓高工時 毅然決然在年前裸辭 一邊兼職家教 一邊準備報考機師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 機師薪水算蠻優渥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 我自己是蠻喜歡旅遊的 即便放棄超過15萬的年終獎金 也要勇敢追夢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近期有48%的民眾 曾經想過要在農曆年前緩工作 其中6.7%的民眾已經找到新工作 也有15.1%的民眾陸續上網投履歷 只有4.2%的上班族沒有轉職念頭 而這些想轉職的民眾 絕大部分是想要藉由換職場 來提高自己的薪資 薪水、福利還有 就是這個工作未來的展望這樣 對 就是有沒有深淺的空間 然後還有自己職業上的一些規劃這樣 主要就是工作以自己開心為主 那如果真的 就是得到的報酬沒有辦法支撐自己的經濟的話 那就一定得轉 最多人想要轉職的理由 包括第一名是想要挑戰更高薪的福利 第二名則是覺得目前工作壓力太大 第三名則是感到職業倦怠 另外一部分人的離世理由 則是覺得公司年終獎金不如預期 那另外在餐飲業的部分 因為其實近期內需市場蠻旺盛的 所以很多餐飲業者都祭出了 比如說至少保底薪水4萬 還有一些業績獎金等等 所以也會吸引到可能同產業 但是薪水沒有那麼好的人想要投入 內需市場旺盛讓餐飲業轉職人數增加 但外需市場就沒那麼樂觀 勞動部2日也公布無薪假統計數據 有366家公司共9764人實施無薪假 其中製造業仍是重災區 有210家公司共計8846人 佔整體無薪假人數超過9成 年關將近 加工出口業卻還沒有恢復以往榮景 也讓勞工不僅感嘆這個年不好過 今次日報陳映楊凱俊台北採訪報導